各位呢,你只要進到你的雲端硬碟就好了 你就從上面這裡 新增更多 有沒有看到協作平台 就在這裡 新版本就不用像剛剛的去到專輯網站 它已經是屬於雲端硬碟的一部分 那我就在這邊建立一下 好,有沒有進來了 就是這樣而已 那主要功能都在右手邊 都在右手邊這一塊 你可以看到右邊 這裡 有沒有,我要插入哪些內容 有沒有看到版面配置 對不對 然後呢,你需要比較多的頁面 那一般來講 我們通常會先從主題開始 你先決定好 你們家的主題要拿幾種 但是不可否認了 它現在新版本主題就這麼多 不是非常豐富 但是你還是可以變化一下 那另外呢 夜數的部分就還好啦 我想這邊應該大家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首先呢 所以待會各位 麻煩你也一起同步來增加一個 那你先挑好你想要的主題的感覺 你要哪一個 點一下 哪一個 點一下 這樣就好了 點一下 然後呢 麻煩你給你們家的協作平台一個名稱 這樣OK嗎 來,我把畫面還給你囉 請你先一起同步來玩玩看 現在大家都建立好了 那當然我剛剛講的 你在這邊是打一下你的名字 對不對 你看一下 網站上面這裡 有沒有 這裡打完下面就變了 這個就是你的協作平台的名稱 好 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不管你選哪一個主題 它在下面這裡 其實還有不同的顏色有沒有發現 所以呢 如果你覺得 這個顏色我還不是很喜歡 你想要變這個 有沒有 它就套這個顏色 那目前呢 當然你可以再改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那下面這裡是有字體的 你要薄一點的 就是比較細一點的 還是你要比較粗一點的 有沒有發現 這是目前為止 就是說它在樣式的部分 可以做一點微調的地方 好 那進來之後呢 進來之後 其實我們現在所謂的RWD 這種網頁呢 他們都有一個特性 什麼特性 就是你所有的內容 都是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因為這樣子 對工程師來說 比較好處理 對美工設計來講 這樣比較不好處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既然它會自己跑動 代表我可不可以做整體的設計 不行 因為這樣會被拆開嘛 對不對 所以它就用這樣的方式 把你每一個內容 都用一個區塊來做 所以你看到 我們現在上面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區塊 你的標題 這樣了解嗎 那你點到這邊 標題是可以改變的 有沒有這裡有不同類型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 一二三四四個 所以呢 你一進來 如果 因為很多網站我們進來 都會有什麼 哇 好大一個有沒有 沒有 你就可以用封面 當作是你的首頁 或者某些 中央頁面 你可能只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延期 那我們有那個海報 你想要放進來 當作那個標題 你就可以用大顆的 那如果呢 你只是一般的 大型的 就高一點 橫幅 就是預設的 也可以只有標題 就是沒有圖片的 也就是以內容為主 好 所以像這樣子 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們先回到橫幅標準的 一般我進去 通常剛開始會比較大 好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 回過頭來 有沒有可以併根圖片 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看看自己上傳 也可以搜尋 你看 它有沒有提供一些圖庫 幫你使用 你可以找找看 哪一個感覺 比較適合你今天的 你就點它一下 選取 這樣就變了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 再變小一點 它的畫面會自動幫你做調整 這樣有感覺 比如說這是我的首頁 好 那一樣呢 我們剛剛解決的是 背景圖的問題 那你看這邊 有沒有發現有 這幾種 大標、次標、小標 對不對 跟做簡報很像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好像沒有可以調大小 也就是不像我們 一般你在做PowerPoint 大標你可能會用多少 24啊 30啊 對不對 那個PT嘛 點 因為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現在是一般的 就是會隨著螢幕大小 這種調整 所以你不同螢幕 我如果固定大小 那就完了 大螢幕 我字要過大 小螢幕 我字要過小 所以呢 它就是只給你相對性 相對性的 你要大標題 次標題 小標題 那你就由這邊來自己決定 這樣子 那這個呢 範圍 移動一下 欸各位 還記得我剛好特別講到 12公格嗎 你自己算看看 這樣幾個 需要標示一下嗎 哈哈哈哈 123 4 一直到這邊 有沒有 所以你在調整那個 區間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吸過去 你放中間 會怎樣 有沒有 自動看靠右邊一點 還靠左邊一點 所以呢 它就是以這個方式 來決定你的內容 那個寬度 就是除以12就對了 除以12 這樣第一個區塊 應該沒問題了吧 好 那你要再往下增加 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因為呢 它內建了 四種方式 有沒有 這四種方式 那你也可以從下面先選好 你覺得比較適合的版面配置 點下去再來增加 那最簡單的方式其實呢 就是在上面 點兩下 兜兜 你有沒有發現 有什麼東西跑出來 這四個 有沒有等同 我們右邊四個 這裡啊 有沒有一樣 所以你只要點兩下 兜兜 這樣就好了 你要打文字 按一下 有沒有多一個區塊跑出來 這個區塊 有沒有在這裡 好 所以我再兜兜 點一下 好 我要找圖片 我就找這邊 哇 相簿 裡面應該沒有什麼 很久以前的 好 這裡 選好了 進來 是不是又進來了 好 那這邊呢 我就再把文字放進來一下 好 那 這個都是一個區塊 所以可不可以上下調整 所以你會發現 反正RWE就是那個原則 區塊 區塊 只是沒有電子而已 好嗎 現在叫區塊鏈 跟它沒關係 哈哈哈哈 但是重點是在這邊 那你今天要跟它合在一起 行不行 可以啦 你就把它移下來 你就把裡面這個內容移下來 就好 有沒有這樣就合在一起了 那它還是一樣 是不是要幫你算 你站幾個 我站幾個 就那個比例問題 那所以你好了 你可以先預覽一下 預覽一下呢 它就告訴你 這個是在電腦上看到的樣子 這個是在手機上看到的樣子 有沒有自動調整啊 平板基本上跟電腦一樣 所以不用看 因為平板基本上 你頂多轉直的啦 但是大部分我們可能還是橫的看 就跟網頁上是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 這樣就會自動調整了 請問你用到現在 有用到認同語法嗎 應該沒有吧 所以請大家先體驗一下喔 來 還給你